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6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的一套玩具 它是Twitch还有Robbie 我们有包装盒 这个也是朋友提供的玩具 那这两款的话主打的是一个双人的合体 那动画片因为没看 我们就先给各位做个单纯的玩具的分享 首先Twitch我先天有做过它的Warrior Class的玩具 那一款做得很不错 那么这一款的各方面来说都比不上WG 毕竟它要迁就到一个合体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家伙的话 它变形能机械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我们直接给各位做个示范 这个头部的话给翻出来 手臂从这个地方解锁 解锁解锁开来 然后腿部的话从这个地方拉出来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直接的将它给推到正前方来 放下来 鞋尖给打开 这样一来的话就回复了它机器人的一个样子 这个两腿中间这里要扣上 手臂的话这里有一个折的一个关节放下来 后面的翅膀的话就稍微去调整一下 它这里是有一个卡扣可以扣下去 但我记得好像应该 我不晓得是不是扣这样 Anyway 这个呢是它的机械的形态 那你会发现它的宽部呢非常容易爆开 这个呢是因为它里头有藏了一个机关 而且呢 这个这两个玩具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它们在可动上面呢是比较薄弱的 两者的共通点都是呢 没有腿部的外面那一手 所以你一掰的话很容易就把这个地方给掰开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roby 它里头是有一个人的一个脸在里头 其实这个玩具的扎实的手感还是不错啦 那偷胶的话是手臂内侧 小腿里头呢 这个是变形用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roby呢是没有单独变形的功能的 只有这个twitch可以自己再变成一个载具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twitch的话还稍微好一点手臂的平举 所以腰不能转手腕可以转动 然后呢脚前后左右踢 侧踢的话 从这个地方 并不是球形关节啊 这一点还是比较行为一点点 脚的话呢就没有接地了 那它的主打的合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吧 首先的话呢 这两个机器人的腿部呢 都有一个共通的结构 就是小腿的后方 有一块零件翻出来 它呢一方面呢 是可以用来挡住后面的偷胶 另一方面呢则是一个 可以拿来当一个增高的一个配件 那增高配件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地方手部的话呢 折一个特殊角度 然后这个连接的这个二头机 这个双动关节打开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下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到这边 这边把它给撬开 到这里 把它给组合上去 好 到这边 到这里扣上 这个手臂没有打好 对 没有打好 所以要高度有点怪 啊好了 这样子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扣得很紧啊 只是说刚好放上去而已 那它的话呢 把这个头部的话呢 给收进去 这个呢是等一下合体的一个下半身 那它上半身呢 则是在这里啊 我们把它的手腕折一下啊 回复到机器人的一个样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对啊 但是印象中是这样啊 我们把这个胳膊翻一下 推到后方 到这边 把它给组合回去 头部的话呢 给收进来 头部收进去很重要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次的变形呢 是以lobby作为下半身 所以把它的脚底的这块翻出来 那它的一个组合方式呢 就是这里 头顶插头顶啊 就可以把它给完成一个变形 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从这个地方 给组合下去 扣下去 然后呢 把这个两个腿啊 从这个地方给掰开来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机器人的合体了啊 那我们下盘这里的话呢 再给它扣紧一点 那你可能会发现 它的手臂很长啊 不过这个也就是 就就就就是一个 低龄的一个玩具吧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翅膀的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调整 你也可以把它往上竖起来 然后呢 它的武器 一样可以握持 这个是到原本人的脚底板 的一个空洞 这个时候就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个头雕 还有点意思啊 还是有点帅的啊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关系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给反过来的啊 反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呢 把它的这个lobby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回复到 下半身把它给回复起来 就要把它给打正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 它的后面一样的 有这个部件 把它给扣出来 组合到前方去 这个的话呢 鞋间要翻出来了啊 这里做一个组合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到这边 到这边 好 把它给扣上去 那它的一个这个部分呢 比较比较松垮一点 就这一款 以单独这一款的话 这个地方略微的松垮 我们暂时扣不扣不稳 那就当当时这样吧 那它的话呢 就是直接的就从上 啊不对 我们应该先把这个脚的话呢 这个部件给放回去 然后呢 这个推上来 直接往上推 推上 因为这个到时候变成 握持武器的一个手臂 那它的组合一样 是这样子扣下去 组合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腿给掰开 哎 就形成了这个 另外一个组合后的样子 那我感觉吧 应该是刚才的 那个 翠奇呢 在上面的造型 感觉比较好看 因为 啊 罗比的下 当下半身的时候呢 比较强壮 那这个造型就感觉 就上面重 下面就比较轻了 所以 以造型来说 可能刚才的好一点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套的合体 啊 是两个同色系的机器人组合 那个造型会更加的协调 那后续的话呢 再给各位分享那一款 那今天的话呢 啊 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一套 合体的那一瞬间啊 利用弹簧机制翻出来 有一点小惊喜感的啊 其实这款玩具 我前几天 在朋友家住的时候呢 有拿出来 玩一下给大家看啊 现场的 小朋友跟大人 还是蛮讶异 他翻出来的那一瞬间 还是有那个惊喜感 还是有玩具的乐趣的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